我们看这一体 这一体要你比较这四个数的大小 我们先来辨别它的正物化 这两个是正的 这两个是货的 所以这两个也比较大 我们先比较这两个 这两个的话 因为它是正的 所以绝对值越大的 越乘的话就越大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又二分之一的平方 这个当然是大也二分之一的平方 所以这个会比这个大 这两个是货的 这两个是货的话 那我们知道绝对值 这是一又二分之一的三十方 它是大也多少 二分之一的三十方 那我现在给它交个货号以后 就颠倒过来了 一又二分之一的三十方 它是小货的二分之一的三十方 那货一又二分之一的三十方 就是它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 所以这小的最大的是哪一个 最大是这个 是那个货一又二分之一的平方 这两个一样 那大也多少呢 这两个一样 这两个一样 大也这个货二分之一的平方 这两个都是正的 大也0 再大也多少呢 大也这个 大也多少呢 这个跟这个一样 所以货的二分之一的三十方 再大也多少呢 大也这个 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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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们的大小分析 这一样 这一样 这一样